大家好,我是波罗,他是野萝卜 我是野萝卜 我们今天要再拍一个在爱丁宝卖房子的这个系列的一个视频 应该是最后一期了吧 看看吧,你们看到最后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告诉你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我们要解答网友在之前几期问我们最多的一些疑问 第三部分是我们告诉你们我们最后的决定 那第一部分开始了最大的问题,有好多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原来因为我们很快很快就能买到房子了 在一月份订了两周在爱丁宝的酒店 然后我们因为在那个两周之内肯定能找到房子 但是就没买着,因为你想买的时候它就没有了 没想买的时候网上有好几个特别好的 真烦死了 主要是我们第一次买房子2020年那个时候 那个房子买的特别顺利 就很快就买下来了 然后房子到我们手里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以为会很顺利 但其实那两周之后我们就决定了这个不要畅住在爱丁宝 我们就是如果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我们觉得挺好的房子 我们就去爱丁宝去一两天看完房子之后就马上就回眸 起码在上一期视频大家也看到了那几个房子了 我们确实最中意的也是那个第二个已经有房客的那个房子 然后我看在留言弹幕里面大家都说这个房子也不错 挺有人气的那种感觉 是 但是这个房子也有很多问题 我们首先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在上一个视频结尾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 它那个能源标准不够是D 英国从明年开始需要是C才能出租 然后在它那个房屋报告上面说 这个不是很好改成C 然后我们就很泄气 就是觉得这个房子是不是就买不了了 然后它后来就跟我们的那个中介联系了一下 它就告诉我们这个房子是可以改的 而且也不需要那么贵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能他们就会协助我们找人去把那个改掉 对 它说完这个我就放心多了 大概的过程就是他们从走廊那个天棚 进到那个房顶和房子之间那个空间 然后在里边填充一些保温的东西 对 走完这个之后应该就能达到C了 这件事解决了之后 我们就打算要买这个房子了 但是要买这种顶楼的房子 肯定要做一个就是屋顶的检查 要看这个屋顶上面漏不漏水 然后缺不缺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专门检查屋顶做维修的公司 让他们去看 这个要花300英镑 我觉得花完这个钱 然后没问题了 我们就买这个房子了 结果他查完之后 发了一篇巨大的一篇一个文件 但其实最奇怪的就是他说的那些问题都 对我来说我觉得挺小的 不是很大 但是他想要的钱 五千多英镑 五千英镑 就是上面缺了几个瓦片 对啊 缺了个铁皮 他要五千 对啊 别的没有 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我就跟麦家说 这个我说 我们那个roof report不太好 我们想少交点钱才行 然后他说了 他发给我他自己的roof report 他自己也做过这种roof report 他找的公司 你们猜他们想要多少 不到一千英镑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找这个第二家公司 去修这个 对 然后花一千英镑左右 我们的中介会协助我们去做一些信 然后发到那个楼的每一家 一共有十六家 十六家 这样十六家大家会平摊这个钱 不用担心他们不付这个钱 因为法律规定是在这个楼 如果去维修屋顶 不管你是一楼还是顶楼 每个人都要拿钱的 对 好吧 那说完问题 我们就回答你们的问题吧 对 最常文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比较常文的 第一个问题是 你作为一个德国人 为什么总是想要跑到英国去买房子 在德国买不好吗 在德国买不好 真是买不好 那个投资回报率在德国不太高 特别是在慕尼黑 房子特别特别贵 具体我不知道 但应该可能跟北京上海差不多吧 但是他租房钱就正常 对啊 不是太高 对 所以说你花很多钱在这买一个房子 往外出租的话 我觉得回报率没有那么高 另外一个是他之前在苏格兰 上过学 并且在那边生活了好多年 对 他对爱丁堡非常有感情 对爱丁堡也非常熟悉 对 他好早之前就研究过很多 关于爱丁堡房产的问题 具体价格是多少啊 怎么样出租啊 哪个区域比较好啊 他都非常懂 去举个例子吧 在爱丁堡你可以花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钱 买一个跟慕尼黑差不多大的房子 可能或者更大一点 但是这两个房子租金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慕尼黑租的这个房子 在差不多市中心大学附近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要买可能最少要六七十万欧吧 对 也许买不到 也许买不到 其实算是六七十万欧吧 对 这个租金我们付不到一千欧 我们在爱丁堡那个房子 是这个房子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我们每个月通过那个房子 三分之一不到 对 我们每个月通过那个房子赚一千多欧 我们通过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住到了慕尼黑的这个房子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对 我经常听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你不要在你不熟悉的领域去投资 然后我们的这个投资 对于他来说 非常非常熟悉 对 爱丁堡他很熟悉 房子他也看了好久 所以说这是一个他熟悉的领域 对 肯定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高于6% 7%甚至到10% 但是我们没去过 我们不熟悉 我们就很难去做这种投资 对 我也同意 我也觉得在不熟悉的地方 不要买什么投资什么的 下一个问题 也是大家在留言里边经常说的 那你们买这个房子之后 你房产税要交多少多少 其实你没有那么划算 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房产税的问题 在英国房产税的问题 在英国没有房产税 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有一些taxes得交 14万5是免费的 然后所有14万5以上的钱 你交个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六 太复杂了 我就给大家这样说吧 如果你买一个16-17万英镑的一个房子 你差不多要交1万英镑的税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样吧 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 对 你16万的房子 那你就交17万 但是如果是你的第一个房子 你交的比这个还少 你买到这个房子之后 每年要交税吗 不要啊 英国没有这个房产税 对啊 你买完房子之后 就是你的房子 你啥都不交 如果你住在那儿 那你要交一个console tax 对 就是一个城市税 那这个就是住的人交 不是买房子的人交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跟税有关系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从英国拿到那个租房钱 你得交税吗 有很多人问我 你必须得交税 但是在苏格兰 每一个人有一个personal allowance 赚这个钱一下 你就不用交税 在苏格兰是一年12,13万左右 然后我们拿到那个租房钱 一个人是那个一万三以下 对 因为我们两个房子 一个算在他这 一个算在我这 所以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每个人都没有超过那个线 就不用交税 但是即便你超过这个线了 你要交税 这也是正常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房子没关系 因为你在哪个国家生活 你赚钱了 你交你的那一部分的税 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 这个我觉得不是算在这个房子里面去的 如果翻译赚钱 或者通过拍照赚钱 或者通过那个当房东赚钱 都是一样 都要交税 但是幸亏在苏格兰 那个personal allowance比较高 所以我们不用交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外国人能在英国买房子吗 这个能 下一个问题 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房子 对 但是 你拿到贷款比较难 对 但是 因为你不是英国人 你不住在那 你在那没有工作 那你几乎是不可能拿到贷款 所以你不可能用贷款买房 所以你要买房 你只能用现金 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英国 你的大部分钱都是什么人民币啊 美金啊什么的 但是你就要去先搞一个英国的账户 然后你要把这些钱转到这边来 然后各种证明啊 你这个钱的来历啊什么的 这样之后你才可以用这笔现金去买房 贷款是不行了 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问题 是 这个我觉得是你们最常问的问题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 我们还没回答 你们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 如果有很多问题的话 也是我们可以再拍一起 嗯 下面是这个视频的最后一部分了 对啊 我们要在这里 最期待的 给大家做一个决定 对 我们要买哪个房子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啊 你们已经知道了 肯定是那个第二个 就是那个上一期视频里 第二个有人住的那个房子 对 这样我们交完这个钱的话 每个月就有900英镑入账了 当然还要扣掉一个9%的中介费用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爱丁堡中介公司 他们会帮我负责所有的关于这个房子事项 平时的维修管理 然后定期他们会找人去房子里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需要去管 甚至这个房客走了之后 他们还会帮我们找新的房客 对 这样我们就每个月收钱就行了 这样我们每个月到手实际就是819英镑 也就是957欧元 7368人民币 嗯 说实话这个房租还略微低一点 他对对对 他比较低 如果我们还那个人 我们可以把它提高一下 算了 等他们住完再说吧 对对 当然了 好 最后一部分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钱呢 都是在我们这个 网络银行的这个账号上边 对 有点吓人 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因为我们就把这个放在那儿放一两周 现在已经放了好几个月 对 有点不太觉得不太安全 这样 对 我们用的是一个绿色的那个app 那个网络银行 可以开英镑账户 这样我俩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放在这个账户上了 嗯 现在呢 我们就要给他们打钱了 对 给我们律师打钱了 对 准备好了吗 哎呀 一 二 三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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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 好了 一切都结束了 对 今天那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观看 对 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还有问题在 如果你们告诉我们 然后下一期我们再出去旅游 玩完房子之后出去旅游 你们猜猜我们要去哪儿 别忘了 一锦三连 一锦三连 这么北京 去哪儿 呀 اح 快去哪儿 那我撒 我 这个 好像 去哪儿 我